台湾杀人案疑犯陈同佳明天出用 处理行政长官张建宗说 台湾如果不接收通缉犯自首 是匪夷所思 希望台湾方面不要政治凌鸽法治 将简单问题复杂化 展情风报导 陈同佳愿意去台湾自首 不过台湾说明不会即时接收 坚持先由香港法院审理 等到香港裁定无管车权再傾后续处理 处理特首张建宗说 台湾向陈同佳发出了有效期30年的通缉令 如果陈同佳归案 台湾无理由不接收 不要将一个简单问题复杂化 尤其是不要将一些政治的考量 凌鸽法治和定化公义 这条是十分重要的 不能够强人所难 有时有人说为什么他有一个通缉犯 台湾方面竟然是不收 这是匪夷所思的 亦都可以说是令人废解的 我相信这件事实际是小事来的 就不要变成一个国际政治的大事 我觉得是不值得的 如果台湾最终不配合 政府又有没有后备方案呢 例如大律师工会都提过 可以修例副权法院审理境外命案 张建宗说律政司和保安局 已经研究过所有方案 陈同佳肯自首是对各方最好的选项 星期日水炮车的蓝色水势射向清真寺 警方说追究负责警员应不应该停职 无补于是 张建宗就说 如果警方有不足有机制投诉 一辆这些人群管理的特别的车辆 操作的人数不会太多 所以警方一定知道 车里面哪个负责主管 哪个负责做炸态 哪个负责 负责哪些机器操作是很清晰的 也都昨天记者会就这么说 通常是一个警署警长 作为一个指挥在车里面 所以是很容易可以知道 车是究竟哪些同事在这儿操作 是可以跟进的 至于官员为何只是到清真寺道歉呢 张建宗说 警方对其他受波及机构都表示协议 也都会交代和解释 有线电视记者 闪情风波日